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這個聯電紅海包含像紅准 今天剛好是除息 那當然這個除息表現的不怎麼樣對不對 所以今天跌了100多點 可是投資朋友有沒有看到 來今天又42家漲停板 最近幾乎每天都40家以上起跳的漲停板 所以這個人氣並沒有減 只是說你怎麼去抓到7月份的新主流 這就很重要了 跟6月份不太一樣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我說你自己要開始慢慢的去怎麼樣 把你一些持股太弱換強 這才是重點 好那我們之前像操作這個 包含像東洋 我說賺一張就賺了2萬塊對不對 包含這樣這個躍躍 其實我們每檔股票我說過 我們的操作模式很簡單 突破轉強點就給他買對不對 等他跌破轉弱點 我們就來賣 但是我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們不會賣最高點 但是我們可以好好的把他那一波給賺到 這樣子你才不會怎麼樣 搞不好你賣掉還要繼續再漲 不就浪費掉了嗎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做這個股票不要急 尤其啊現在這個盤勢啊 更不能急 為什麼 你以為他不行了對不對 很多股票 你覺得他好像不行了 哎呦又衝上去了 有些股票你認為很認同他 就一直跌給你看 哦常常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啊 我說 我說過啊 跟著正宏做 最輕鬆又最簡單 哦 我說過啊 我只看兩個點 一個叫做轉強的關鍵點 一個呢 叫做轉弱關鍵點 這簡單而已啊 我就不管他大盤怎麼震 哦 個股怎麼震 還沒差啦 我都已經怎麼樣 局本都很好啊 我都在那等 所以都老心在在 所以投資朋友 我想跟著正宏來做的 我們7月份要開始 我們要更換一些持股了 我今天就有獲利出產三檔股票 你想跟我做的 你6月份沒有跟我做的 我相信我已經6月份表演給你看了對不對 你也驗證了 我每檔股票都是怎麼樣 實戰實打的 絕不吹牛的 所以投資朋友來 趕快7月重粉大回饋 趕快來跟我們一起賺 我們的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一五零零 我相信每檔股票 我要買 我說過 只要他突破就買 基本面 你自己去查就好了 網路上在基本面一查就有了啦 非常的多啦 不用我在這邊多講了啦 沒錯吧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這個十全 當初我給你講說他會有嘎工行情 結果他就一路往上嘎 嘎到184.5 好拉回之後休息 在這個地方晃了蠻久的 總共幾天 他晃了將近快半個月 這邊晃來晃去 那為什麼今天會出呢 那當然是因為 我說過啊 他的這個轉落的關鍵點 是跟著他的股價在移動的 不是固定的 所以他股價的變化也會去影響到 他的轉落關鍵點 那剛剛好 他今天就跌破了 跌破轉落關鍵點 那我們就先走啊 反正我們是獲利出場對不對 獲利多少 30.7% 而且十張的價差就賺了34萬 一張也要3萬4千塊 對吧 所以跟投資朋友講啊 你像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第一個你是不是非常簡單 第二個你也不用怕他震盪啊 好如果他真的拉回來了 沒關係 我們就等 等什麼 等他真的跌破轉落關鍵點 我們再出場 你看 十張34萬 十張又不是花很多錢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34萬放到你的口袋裡面 34萬 可以買幾台機器 你自己去玩啦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在6月份 沒有跟著我一起做的 沒關係 7月份真的要把握 好 再來你看這個先進光 先進光也是一樣 當然他收盤收更高啦 為什麼我要先走 很簡單啦 投資朋友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在震到震多久 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會在高檔震盪 而且他每次震 震完之後 假設不小心又怎麼樣 又會出現急速的拉回 所以我們就先跑了 沒關係 一張多少 賺2萬塊 10張賺20萬 這樣有夠嗎 20萬 又抵起來了 導資朋友 你要先看看 34萬 又20萬 這樣54萬 這樣 沒很好賺 對吧 而且我們講過嘛 每一檔股票 我說過 我賣了之後 我會再把資金怎麼樣 再轉到別檔個股去 別的個股裡面 對不對 只要他轉強 我們發現到有新的股票 可以來做揭露 我都會帶著我們的會員 繼續的怎麼樣 在市場買進新的強棒股 這一下是重點嘛 對不對 好 再來洪准 洪准追蹤最久了啦 投資朋友 有很多人在問 等已經追蹤到今天除息了 也夠了吧 那今天除息又不怎麼樣嘛 所以我們就先賣了 找盤就覺得他不對了 69塊 他還在漲的時候我就賣了 還在漲的時候我就賣了 但是小漲了 小漲1.5就賣了 所以投資朋友 你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扣掉這個1.5的話 我們的成本只有60.3 對不對 原本是61.8 那你看我們69塊賣 誒 獲利多少 14.4% 那可能很多人還在抱在手上啊 不知道該怎麼辦對不對 投資朋友 我說過啊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什麼 自我的主觀意識 就跟著什麼很簡單 跟著這個所謂的關鍵點去走就好了 其他的就不要去想太多了 所以跟投資朋友講啊 現在你要操作股票 要操作的輕鬆簡單的話 你就是跟著真紅做 不用天天在那邊看他 一下上去 一下向來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不對 你這樣做 是不是很簡單呢 所以我們今天紅做已經出了 別說問了 所以 我希望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的 那你自己要怎麼樣 自己 找一個點 你覺得跌的真的是 受不了了 超過你的這個 你可以忍受的範圍 那你可能就要走了 對不對 包含像健翰也是一樣 為什麼我說健翰啊 他這個地方啊 投資朋友你更要注意 你去看 他連續六天緩跌 六天呢 天天就給你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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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越跌越多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該怎麼辦 啊 因為我們的成本很低啊 我們的成本是多少 26塊 我知道很多人成本是30幾塊的啦 最多的啦 都後面才去追的 可是投資朋友現在問題來了嘛 你到底如果你高檔去追的 被套牢了 你怎麼辦 續爆 還是要先停損 對不對 哪一種 我們就沒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我們是低檔買進的嘛 當他剛剛突破轉牆 關鍵點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切進去了 所以啊這邊震盪拉回 欸如果不如一起的話 我們頂多是少賺一點 就這樣子而已啊 可是如果你是去追高的咧 喔 你是看到真紅的節目再去追 或是說你看到在漲很多市場 在跟你講賤漢的時候 你才去追 啊 請不好意思 你不是賺錢呢 你是了錢呢 啊你要怎樣 你能告訴我你現在該怎麼辦嗎 又不知道對不對 又在等 然後呢 看看有沒有機會 沒錯啦 也許他有機會 那要是沒機會你怎麼辦 什麼地方是你不能再等時候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啊 你要操作股票 你不要看著我的節目做 也不用去聽市場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跟著真紅做 喔 你做起來最輕鬆 對不對 你可以撥打我們的專線 027725 1500 加入到真紅的家族成員 我來帶你做啦 你就變成最老金了 對不對 好咧 再來咧 像這個智威 他也在高漲震盪了 滿好一陣子了 那我們這個成本只有133 好 今天的收盤又是160 他在這邊 我昨天講過 他會回測月線 好 回測月線之後就怎麼樣 小漲 今天大阪是跌的 他是漲的 好 重點來了 這邊小漲之後有沒有機會再往上 還是不小心又跌破 他的一個轉落關鍵點 這就是啊 我們近期會觀察的 我相信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的應該不多啦 因為成交量不大啦 會去買的也不多啦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的 你自己想看你該怎麼去做 那再來呢 森陽半導體 這個可能就比較多人會去買了 當初啊 我們是67.5買的 到了現在 在那邊來來回回震盪 一下八十幾塊 一下九十幾塊 一下八十幾塊 尤其啊 他最喜歡盤中拉高 之後又被打回來 有沒有 你要想看這幾天都是這樣 半鐘扭起來 要半呢 還抬下去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等到我獲利出場的時候 再跟你講 或者他繼續在場的時候 我也會跟你講 如果他再創新高 我就跟你講為什麼 那重點 重點來了 什麼樣的重點 他已經改變了近期的慣性 我說過 剛剛我講過啦 這幾天他都怎麼樣 盤中拉高之後被殺尾盤 盤中拉高就被殺尾盤 有沒有 為什麼今天會拉尾盤 你有沒有去想過 是為了要 誘拐 散戶去追高呢 還是說 後面還有更高點 投資朋友 拭目以待啦 我說過了 我出了一定會告訴你嘛 好 再來呢 如果他又在收盤 創新高 我也會告訴你 原因在什麼地方 可是 這不一樣的答案 對不對 一個要賣 一個你是可以報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過 你要做股票是跟著真紅做 不要自己做 你自己做就很傷腦筋 這個到底該怎麼辦 是不是這樣 不用太腦筋了 對我來做 撥打我們的專線 0277251500 重點是什麼 我說過啊 我們6月份的股票 要慢慢把它換掉了 獲利出場 我接著下來要做什麼 7月份的股票 所以投資朋友 在這地方你看 這是我們在6月底 去佈局的什麼 萊寶 萊寶在那邊 剛開始那邊小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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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漲不動 而且啊 每次他盤中一拉高 馬上就有賣壓出來 為什麼 因為前面說真的 套了不少的籌碼 好 經過了這幾天消化之後 今天好不容易啊 盤中出現了漲停板 收盤沒有漲停 是差那麼一點點 對不對 問題這不是重點 他已經出現了兩次 兩次的換手量 投資朋友 你還記不記得 我常跟你講 如果他出現越多次的換手量 他的這個什麼 整個波段的漲次 會越久 沒錯吧 你看之前6139那個雅翔 有沒有 我214買的 漲到多少 366 他出現了幾次換手量 他出現了4次 所以一路砰砰砰砰砰 往上衝 再來10拳 有沒有 10拳當初我也跟你講 他出現三次的換手量 結果咧 我當初在110.5買的 一路漲到多少 184.5 所以投資朋友 換手量越多次 那就代表什麼 後面的空間就越大 沒錯啦 所以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 這已經出現兩次換手量了 那什麼叫換手量 就是把前面套牢的籌碼 幫他解套 而且他可能賺錢 那你去想想看 投資朋友 有誰會做這個事情 幫人拿了一筆大錢 對不對 你幫別人解套 而且他還賺錢 他還跑了對不對 獲利出場啊 那結果他 他為什麼願意這樣做 很簡單嘛 就是代表後面還有很大空間嘛 他才會這麼做嘛 對不對 讓你提早下車嘛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啊 像這個啊 有出現很多次換手量的 機會就來了 當初我在亞翔跟你講的時候 你不相信 結果從214漲到 366 10千我跟你講的時候 當初我是110.5買的 結果一路衝衝衝衝到184.5 那這次萊寶 來 他已經兩次了 當他出現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 那你認為他的股價會怎麼動 會怎麼漲 投資朋友 跟著我來做 不用去傷腦筋 我來告訴你該怎麼去上車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那除了萊寶之外 來 投資朋友 還有一個新的標股 我們也是七月份 新持股 我說過了 我要開始把這六月份的一些 之前我們佈局的 開始慢慢把它換掉 獲利出場 好 我們今天就佈局了一個什麼 這剛剛突破轉強點的 你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啊 而且他突破之後 今天是幾乎是瘦最高了 今天是瘦在最高點 那當然啊 他今天有出現了換手量 那投資朋友來了 他出現了換手量 我說過 換手就是把之前套牢的賣壓把它吃下來 對不對 然後讓這些人解套還小賺 好 重點來了 那竟然有主力願意這麼做 那他後面的空間還有多少 不要忘了今天大盤是跌的 他為什麼願意這樣子做 在大盤跌的時候 幫人家拿錢幫人家解套 讓他賺錢 你真的認為他是呆直嗎 應該不是啦 那既然不是的話 代表後面有怎麼樣 後面有行情 沒錯吧 好重點來了 如果這個後面有行情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他是落後補償股 他休息蠻久的 他那邊晃來晃去 洗來洗去 這個時間啊 算一算大概都會怎麼樣 一個一兩個月了 所以在這一兩個月當中 他已經吃下不少的籌碼 所以投資朋友 洗得越久的股票 他換手量也出現的時候 當然他就有機會一直往上衝 所以投資朋友 還有機會上車喔 不要我再跟你講說他有漲停板了 就像這個股票對不對 來吧 有沒有 等他漲停板 他前面已經先漲了 他不是才 我剛買就漲 不一定 他搞不好小漲小漲 然後呢 才出現漲停 可是呢 已經拉開距離了喔 你看喔 我們是多少錢買的 40.45 今天漲停是46.65 已經漲了15%了 不要等他漲停板 我跟你講的時候 又已經多少 你要你要追的話 又比我們多了多少 15%左右的這個所謂的成本 對不對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每次要去買在這個 剛剛轉強的那個點有沒有 成本低嘛 如果這股價在震盪 你就不用怕啊 因為你有先賺到了那一波 先賺到一小段嘛 就像我這個萊寶啊 好我們這個萊寶是不是先賺到了 先賺到15% 我每張股票都是這樣 包含像剛才我跟你講的 你看 我們之前為什麼會一直抱著這些股票 投資朋友 為什麼 成本低啊 有沒有 我實權的成本110.5啊 你殺下來我會怕嗎 不會啊 我還是賺錢的啊 對不對 包含像千金光 我們243買了啊 你這邊震盪沒關係嘛 我就等嘛 因為我們成本夠低啊 包含像紅純 我們之前是61.8 這次參加除息 我們的成本只剩下60.3嘛 我也可以留啊 但是我知道 沒得留了 因為它已經跌破轉落的轉落點對不對 可是我敢報的原因是因為我成本夠低嘛 所以投資朋友 你買任何一檔股票都是一樣 只要你成本夠低 你就不用怕 包含像劍漢 已經連續緩跌6天了 為什麼我還敢報 我成本夠低啊 只有26塊啊 對不對 好像這次也是133 一直在高檔震盪 我為什麼要報成本夠低 不是嗎 不管他怎麼震 我成本在133啊 不是很低嗎 差得很遠 深洋半導體我67.5買的 為什麼我一直抱著 跌到80幾我還是報 為什麼 幾跌我還是報 我成本夠低啊 投資朋友 67.5啊 所以說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真的要跟曾鴻做的 你才能夠買到真正的低成本的股票 對不對 如果你的成本夠低 不管怎麼震盪 不管大盤怎麼跌 你都不會怕 因為我講過了嘛 我只看兩個點嘛 第一個 轉強的關鍵點 第二個呢 轉弱的關鍵點 就那麼簡單 所以投資朋友 6月份已經過去了 對不對 我們該出場的也獲利出場了 接下來7月份 剛剛開始 今天才7月2號 所以我希望啊 趕快把握住 7月份的新行行 新持股 趕快撥打我們的專線 0277251500 跟著曾鴻一起來做就對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啊 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 來做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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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